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妄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和我们的新西兰 二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讲讲香港有某著名的电器连锁店 他们有些据说员工在网上爆料 其实是否员工爆料还是很鼓噪 整天来到你们店铺都说没机器 是不是 这么久都没有 iPhone 14出了很久 整天都没有货货 不是卖给街客 会不会是这样的 据说这件事 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内幕 据说是来自一家凶宅的电器店 因为炮台山员工的秘密平台 有些人不知是否在这里看到 这个平台里面说了这些东西 不看油智可 一看就把机火 不怪不得了 每次都没有机器 问了你们这么久 又或者可能在这里附近住 又可能觉得你这间店铺 这么偏僻的 会不会叫做多货 有时我也试过 我在香港的时候 买iPad第几代的时候 都是要这样的 走去一些比较偏少少的 中宅或者千老汇 就去问有没有 这样去试一下有没有 因为那时候一出都很缺货 不知iPad几代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因此都要出尽录音才能买到 而且在我们仍然好几年前 还是几年前 我想五六年前也有 现在不知还有没有 因为你说买iPhone iPad 当然你说去回他们指定的满市 他们自己的整间店铺 都是专门做卖苹果产品生意的店铺 他们的货货 就不用你说要吃骨 怎样叫吃骨 例如像凶宅 老千惠那些 他会叫你买iPad套 或者买些什么机壳 古古怪怪的线 才能让你买到那部机 例如有些iPad 到今时今日也是 如果你想快点买到这款货 你就要硬捆买这款货 如果你说不需要 那便不行 那你等下 或者你问其他地方 就算台湾也是这样的 我之前想买iPad套餐 也是这样的 我都丢了一排 其他周边东西 对 就是要你买 做会员 做会员 做会员之后 再叫你买那些东西 因为你做会员 当你丢了1000元新台币 他会给你买1200元新台币 是不是很棒 那些什么东西 我都不想要 你都要花钱 古古怪怪的 选择 老屈都要屈 在这里 我不知道香港到今时今日 例如宋宅 你还需要吗 那为什么会发现没有货 现在这个朋友在网上大爆炸 原来公司货给职员一锅一锅 卖给水货 赚取回忆 这个指控涉嫌了一些违法行为 ICAC可以请喝咖啡 没错 很可能涉及防止贿赂条例 如果属实的话 假设这件事是真的 真的要查上来 那我怎样证明到 这位员工有收回忧 又很难 也不容易证明 首先你可能要拘捕那个买家 就是那个水货佬 那个水货佬死都不承认 我认识他 我常常跟他买东西 我就是喜欢跟他买东西 我就是喜欢跟他买东西 不准吗 我可以带来买东西 死都不承认 那没有他负 还有假如这些水货佬 我不知道是水货佬 只是他赞我英俊 他是水货佬 不行 不准他是彩虹 我不喜欢男人 他说我很英俊 总之每逢开店前 他就很聪明 懂得在门口等 一开门 第一个进来 就是他 就是他 一炮 跟我买东西 你不要买东西 招呼我 我买了几只 他买了几只 全部 整箱跟我买东西 吹啥 行不行 然后你说 是他买东西 那他有没有给回忧这个人 怎样给他 有没有什么证据 这是很难搜证的 没错 很难的 所以就算过往也传出这些 不是第一次传的 今次过往也传过 有这些新闻也报道过 但其实举证方面是很难的 因为你说他收回佣 假设 收回佣 有收回佣 那怎么收呢 你要证明他有收才行 比如好像银行过数 银行过数自然容易证明 但如果他给现金 然后把现金收到家里的猪仔钱 或者收到床底 是很难搜证的 所以就算收回佣 怎么证明 也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事情 又或者你说 看他们的WhatsApp 纪录 如果是天天铲 即是铲了 你也是不知道的 这个手证 就是一件事 除了卖给水货佬之外 原来还有好几种玩法 怪不得叫做 是吗 没有货 现在有些说到 回佣大概是一百元一只机 你一部给他 他就给你一百元 如果他十部就一千元了 二十部就两千元了 挺和味的 你当是一份兼职 你正职就做这份销售 兼职就赚这份 每一天都有几千元额外的洗客 都挺爽的 再加上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在秘密平台说的 未经证实的 有些人还问了人事部 自己炒机 收到水货佬的回佣 没有给人知道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说法 很难会成立 为什么呢 就算你自己是销售的 你是懂得这些水货佬的 你给了他 然后他给你回佣 这是一件事 其实这些东西 你自己也知道 有可能有问题 你怎么会这么笨 报给人事部 问他 我们这样行不行 这是奇怪的 这是奇怪的 这些暗牙的 你多一只香炉 多一只鬼 你告诉他 他到时看到 哇 眼红你 越牵涉就越多人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怎会这么挂挂 问人事部 我收不收回佣 没那么笨 没理由 没那么离谱 甚至有些人自己炒一份 怎会叫自己炒一份 就是同事自己去炒iPhone 自己做了出货佬 就是自己去买了iPhone 然后再去隔壁商场 或者附近也好 就回到这些鲜达 声达 什么都好 就去放机 挺有趣 这个也可以 吃午餐 吃午餐 跟公司拿四五只 吃午餐 吃午餐 又收拾几个水 回来 帮补一下也不错 对吧 所以看到他们的秘密爆料平台 有些人说 对呀 那间分店那些 直接爽到 吃午餐的时候 过去放机 放完就回来 就可以了 这个说法成不成立 因为我比较早的时间 都好几年前 我不知道这个规矩 或者这个守则有没有变得 凶宅 试过在深水堡 王兼那边 有一间地铺 的店铺 话说那里 有一次 有个女的经历 不记得是女还是男的 差不多 店铺的老头 她那把东西 自己洗自己 搞到周地茄汁 为什么 为什么 突然在这间店铺 为什么要撞邪 不是吧 据说 压力大 生意不好 因为他们做得 店铺的老头 拿职人 可能上头有压力 还是什么 人家可能会说 不是啊 这间店铺好像很好 生意 哎呀 有鬼吗 最多人买一些 就是Apple系的产品 原来据说 Apple系的产品 就不进入宗宅公司的店铺 业绩的数据 那就糟糕了 如果一天内 卖很多iPhone iPad 看来看去都是这些 你想想 你只买过iPhone 你试过在宗宅 千佬汇这些 你买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试过买没有 如果你买过的话 有很多东西 拿一部机器给你看 又要对机身偏好和盒子一不一样 又打开给你看看 又让你试一下 还是怎样的 又要铺个箭 就免得弄花他 哇 有很多东西 瞎瞎瞎瞎瞎瞎瞎 又说 开了盒子就没有了 跟你说了很多 然后打个单给你 然后你又可能 不知道要不需要分期 然后又要不需要存职分 要不需要用多少职分 要不需要用多少职分 来换多少钱 然后可能店铺子 又有消费抽奖 让你知之助助 哇 只是买一部的 都不知道搞了多久 你想想 如果我经常做这些生意 又不算入业绩 又不算入业绩 我就不让它白了 是 原来这样 也很辛苦 不算入业绩 没有理由 怪不得它们要你吃骨 买盒 银 牛变产品 对 什么 塑膠的套 电话绳 都要你买 一抄就买 这些东西 可以背回到业绩 起码它不只是做你的相机 是否感觉会更好 因此 有什么Pinter 死得 黄金的凶宅 上场也是 我走到里面买一只比你便宜 没错 我多走几间 找最便宜的那间 反正你买的产品也是一样的 我多隔几间 对 例如地底那层 有某些店铺 还有美少女在门口 是否买USB 入来 买USB 有短裙子去看 窄蓝都很开心 买USB 哎呀 跟你买 聊聊天 都会开心点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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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围 那种窄的味道 你要去回浸锤才会过瘾 我自己也是 空窄 就不可以了 我要窄蓝那种窄 对呀 你的直觉一定会觉得 我在地底那层买的东西 一定比你便宜 因为地底便宜 便宜一点 对呀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有时是贵一点 是吗 有时买到的东西 比空窄更贵 哦 这样啊 我都会加价 我都会看看价钱 就算地底那层 例如近汽水机那些店铺 就不便宜的 千万不要去那边 这个是旺铺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走 那时候怎么去看这些 还有有些人说 地底那些店铺 我们拆开一点 教大家怎么走这些 倒闭清货 倒闭清货 快点买来看 买来选 做完这几天 没有了 什么买来买来 清货大减价 快点买来看 这些店铺 你发觉你几年后去到 还没倒闭 原来这个是宣传口号 我当时不知道 还以为 我马上去听什么 我以为是有 最小的那些 电线 机架 甚至乎 CPU 散热 那些胶线 连这些都买 买一支回来 好了 继续再说 有些人就说 你耐得我什么 现在犯法假 我自己员工买一部机 吹什么 我喜欢 我便买 走过去又放一部 走过去又再放一部 很多同事都是这样 那你便没得买机 这也是错的 我之前在节目也提过 iPhone这些东西 真是叫做早买早享受 不买 或者你迟了买 又不见多多够 因为我们倒数 例如今年 又会出iPhone15 你大概知道 周期是什么时候 你一出15的时候 14就会马上有跌价 如果你现在 你这个时间才买14 那你就会觉得 你自己的手机 很快便会跌价 但当你想等 你便宜了买 你要知道 15出之前 14会散掉货 会有特价 那时候买 你是特价货买的 比原价货买好 但又有这样的想法 当你看到15的时候 你便很想买15 我原本也打算 拿14 我当我拿10000港元 便准备买14的这一部 是 是 是 等着等着等着等到还未有 接着看到 未来又来出15 那价钱又是和现在的一样 一万元多的港元 不如等到15才买 谁知道出到15的时候 又整天都没有货 等着等着都买不到 可能买到14 但又好像不太好 本来都打算拿钱出来买 为什麽到最后 买来买去都要买前一代 或者我再买 好像很快又跌了 追不到最新的那一部 追来追都追不到 但我很想买 真的很烦 很失望 可能因为很多员工 公司有很多货 但是那些员工就自己拿去赚钱 自己去赚钱 自己去赚钱 走去其他渠道 散货 搞到经常都买不到 其实就 对整体公司的形象 我觉得都是有负面影响的 如果你这么多员工都是这样做的话 那是很恶劣的事情 我觉得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普遍 还是不过个别例子是这样 我只是这么看 假设先 记住 现在都是网上风传 如果真是iPhone 不进店铺 业绩那条数 那当然 你们不要来就能买 那倒是 你阻止我做其他生意 我叫第二个 你进来 你买个烧炮 电饭煲 然后Fax机 影印机 Printer 微波炉 这也好些 我这些都可以进入我的数据 你又不能进入我的数据 那我呢 到时就赚了多少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赚 你不进入数据 那其实有没有勇分 我都觉得成问题 假设你当它有先 你又阻止我做事 或者回勇又可以 那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代替它 这条数据究竟是如何 他们有多少回勇分 或者自己买部机 然后再拿去放 这个不是违法 但是他们公司方面 究竟是否让他们员工这样做 有没有员工也有限制 他们买多少部 甚至乎 我叫朋友 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秘密平台 都有说 我叫朋友在门口等 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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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是 我自己做一张丑 他们拿着一张丑才来 吹呀 那没符 没符 那他们就贴在外面 没有货 因为香港 我们隔了一段时间 没有去看 遲些 月底的时候 回到香港 我都去仙大附近 看一看 那些机架 那些是否有这么好的 水货的水位 因为如果你看到 凶宅 或者千老汇 这些不能买 买来买都买不到 但是你又很想 去买到来用 可能你真的会愿意 给多一点点钱 在仙达 或者这些类型的店铺 去买一部 iPhone14 如果不是欠很多 比较我 如果你当一万元的机架 左右 欠三架四架 对不起 我真的有机会愿意给 有机会 对 因为你想一想 我去到松宅 我也说了 我不知道现在 要不需要吃骨 买的古怪东西 我来到又要吃骨 要硬捆那堆垃圾 製造这些环保废物出来 真是看见到眼泛 不如吃骨 吃了我一千元 不如我去仙达 给多几个 一来一回 我也是有赚 变相助长了 有些人 在仙达那里 又会愿意去付钱 多多少少去买这些机架 是 那怎么也好 希望大家顾及整体的销售 究竟是怎样 我想始终是牵涉到公司的东西 或者大家去到苹果的专卖店 去问 等等 如果在台湾也是奇怪 是你要付完整部机架的钱 直接付了 签了收据等等 他就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 再退钱给你 是 你可以退钱 你可以退钱 如果你等到一个点 你觉得等不到 那你就退钱 但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无料期就这样等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的 如果有货到 就会告诉你 你听的 哦 这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 不管怎么也好 我们明白 现在 如晶片方面 这些生产 都是卡住卡住 还有需求是否这么大呢 接下来15又会怎样呢 我们锁一锁手指 不到一年时间又会再推出15 现在还在锁14 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看看有机会 相关的千佬会或凶宅会否回应 到时再看吧 好 多谢大家 拜拜